今天涛哥给他带来的是日本恐怖电影《来了》 故事开始 小男孩小帅和女孩小美在屋子里看着病重的爷爷 出于好奇 他们拔掉了爷爷的氧气管 此时外面突然有人敲门 小帅过去一看 不知道外面是什么东西在不停的敲着门 不过他们并没有开门 但转身回去时 只发现爷爷已经死了 画面一转 弄死爷爷的小帅和小美正在树林里聊天 此时小美掀开了衣服露出了身上的伤发 她告诉小帅自己因为做了坏事 要被破极膜给抓走了 而你也快了 说完就想拉小帅走 小帅立刻躲开 而小美笑着告诉小帅 我一定会回来的 接着就穿着红色的鞋子离开了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长大的小帅带着女友珍珍去见家长 此时的小帅已经成为了白领 女友珍珍是一名超市售货员 两人这次是去见小帅的父母 而小帅的母亲见到珍珍 上去就挽住了她的手 当着众人的面对着珍珍就是一顿猛夸 然而反脸就开始嫌弃珍珍 而对自己有点自卑的珍珍 在聚会时即使被熊孩子撞到 被客人喂恶心的食物 以及被婆婆嫌弃也都忍气吞声 而在聚会结束后 小帅的母亲与珍珍聊到小帅一起玩的女孩 在小时候失踪了 于是问小帅女孩的名字 而小帅却慌张的说自己已经忘了 画面一转 很快小帅和珍珍两人结婚 婚礼上大家对珍珍议论纷纷 因为珍珍出生于单亲家庭 母亲殉酒家中负债 都觉得她配不上小帅 而珍珍的母亲更是中途离场 更给这场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 婚礼结束后 小帅给珍珍介绍自己的朋友隔壁老王 这可是个人物 我们在这里先按下不表 很快珍珍就怀孕了 在珍珍怀孕期间 小帅和同事莉莉关系暧昧 然而在小帅家聚会上 莉莉却跟老王谈得火热 很快莉莉就告诉小帅 自己已经和老王不可描述了 这可让小帅很郁闷 老王啊老王 你果然是老王啊 这天小帅在公司上班 同事龟田告诉她 楼下有人找她 是关于小美的事情 而小帅是一脸的懵逼 因为小美是准备 为未出世的女儿起了名字 对 她起了个和儿时神秘伙伴 一模一样的名字 随后来到楼下的小帅 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于是就问龟田是什么情况 而龟田居然说自己 并没有找过小帅 谁知这时转过头一看 龟田居然莫名的受伤倒地 小帅去医院看她 发现龟田形如骷髅 而且不时的全身抽搐 小帅安慰龟田安心养病 而龟田却反骂小帅做人虚伪 接着嘴中发出了诡异的声音 对着小帅笑了起来 小帅被吓得落荒而逃 画面一转 小帅的孩子出生了 名字就叫小美 有了孩子的小帅 似乎化身为了绝世好男人 整天在朋友圈里 微博上晒自己孩子的照片 和他们的亲子时光 大家都夸他是个好爸爸 然而实际情况是 每次他发完朋友圈 就把孩子留给珍珍 即使是孩子受伤入院 他也在发朋友圈 珍珍对其抱怨 反而惹怒了小帅 他怒斥珍珍不出去工作 家庭出身不好 这样的日子 让珍珍是身心疲惫 此时老王出现安慰珍珍 却爱了珍珍 自然是投入了老王的怀抱 然而毫不知情的小帅 依然每天喜滋滋地 发着朋友圈 这天小帅刚想好朋友圈内容 想要珍珍配合自己出来吃饭拍照 而忙了一天的珍珍 已经做好了饭 珍珍知道小帅 一定是为了发朋友圈 于是长久累积的怨气爆发了 他扯下了窗帘 推倒了所有的东西 打泪的珍珍靠在桌子上 看到桌子上的剪刀 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等到小帅回家 看见门口落了一地 被剪碎的护身符 立刻冲了进去 去看见珍珍抱着孩子在哭 此时电话响了 小帅接起了电话 却发现是死去爷爷的声音 吓得小帅马上去找老王帮忙 而老王介绍了朋友横岗 横岗带着小帅去找巫师小英 然而小英只是告诉他 对女儿好比啥都强 气得小帅是直踹墙脚 小帅怒火冲天地回到了家 发现横岗和小英居然都在他家 横岗带着小帅来到了楼下告诉他 小英决定帮他 就在此时电话响起 小英打来了电话说东西来了 二人回到了家里 只见家里东西乱飞 而小英则耗尽力气跪倒在地上 此时电话铃声响起 原来是小英的姐姐 日本第一驱魔师英姐来的电话 他告诉小帅 缠着她的鬼是破极膜 我妹的功力不够 而我现在没有空 所以我给你介绍一个熟人美牙 她可是网红巫师 很快横岗和小帅就找到了美牙 然而话没有说几句 美牙就被破极膜斩掉了一条手臂 倒下的美牙让小帅尽快回家 而在回家的途中 小帅接到了英姐的电话 让小帅配合她来个在线抓鬼 回到家的小帅按照英姐的指示 在门口摆上了水碗 将刀具藏起来 将所有的镜子打碎 把门打开 好像是要迎接鬼一样 果不其然 此时家里的电话响起 传出了英姐的声音 他告诉小帅 现在手机上和他说话的是破极膜 破极膜最讨厌的就是刀和镜子 小帅之前所做的都是他的阴谋 听到这番话 小帅瞬间就慌了 他电话里的声音都变了 小帅绝望地放下了手机 这时门口站着一个穿着红鞋的女孩 他踩着水碗朝小帅跑来 小帅立刻关上了门 慌乱中的小帅突然想起 小时候失踪的女孩就叫小美 而冥冥之中 自己给女儿取了一样的名字 然而一切都晚了 随着可怕的声音传来 门上出现了两个绝手印 画面一转 此时的小帅只剩下了半截身躯 在小帅死后 珍珍的生活回到了原点 继续当营业员 辛苦的工作和不听话的女儿 让珍珍是心里焦脆 然而破几膜似乎并没有放过 这对母女的打算 这天珍珍带着小美去买鞋 在付钱的时候 却发现钱包里爬出了绿色的虫子 而周围的鞋柜里也找买了虫子 吓得珍珍差点就疯掉 而回到家的珍珍性格大变 开始浓妆艳抹 她叫来了小英照顾小美 自己则出门跟老王快活 然而她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老王已经被鬼附身 而另一方面 小英接到了横港的电话 横港说自己之前看望珍珍的时候 看到客厅有块牌子 而这块牌子就是老王送的 自己查了以后 发现这是块银鬼牌 让小英马上烧掉 晚上珍珍回来跟小英闲聊 无意中说了一句 自己不想要小美了 此时小美突然站起来 翻起了白眼 小英为了保护二人 自己一个人出去抵挡破几膜 让二人先跑 而自己却身负重伤 然而珍珍慌不得路的 却躲到了商场的厕所 这个鬼怪最喜欢的地方 随着门锁被打开 珍珍的眼前出现了死去母亲的半张脸 最终在一声惨叫后 珍珍领了盒饭 而小美也不知所踪 得知妹妹受伤的英姐来到了医院 她先动用关系找了警察 以煤气泄漏的原因 封锁了小帅家的小区 接着发出了英雄帖 邀请各路人马出手 什么日本的阴阳师 韩国的神婆 还有寺庙的房长 一场人鬼巅峰对决就要开始了 堪称是影坛的经典画面 另一方面 横港去找老王 质问老王为什么要害珍珍 老王却说自己 不过是喜欢抢小帅的东西而已 而珍珍也不过是她的玩具 愤怒的横港想要打老王 却发现老王已经被破济膜控制 吓得横港赶紧逃走 过了几日 老王被发现惨死在了实验室 而回到医院的横港碰到了英姐 英姐告诉横港 小英被破济膜附体 已经不知所踪 但是她有办法一次性解决所有的问题 现在让横港去清扫小帅的房子 让美雅等人在小区摆起了擂台 而此时在房间里的横港 却被一股力量拖出了房外 睁开眼的横港 发现眼前的人是失踪的小英 横港奉利的跑进了房间 却被英姐一拳打昏 醒来后发现英姐在给小英驱魔 而小美放在英姐的前面 英姐告诉横港 破济膜其实是这小美引来的 现在她要将小美送到异世界 与此同时破济膜来袭 美雅等人被分分钟团灭 英姐一看来不及了 要动手的时候 横港冲过来抢走了小美 此时灯全部灭了 破济膜发起了进攻 英姐口吐鲜血 而小美开始魔化 英姐一看这两人太爱事了 于是一招正山靠 将横港和小美撞到了楼下 然后将小英施以护身揍 让她逃走 自己则留下和破济膜 展开终极的对决 最终破济膜被打得口吐鲜血 一人一鬼同归于尽 而横港和小英则抱着小美 坐在长椅上看着远方 故事到此结束 本篇网上早有解读 涛哥就不做详细的评价 但最后那部分集体驱魔 确实震撼 涛哥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原片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